大家好 我是 phd 微道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讲剧类算法 是吧 什么是剧类算法 以及我们是怎么去用剧类算法的 我们就要给大家讲两种具体的剧类算法 一个叫 k-min 还有叫 dbicn 叫 db scan 对吧 这样一个算法 那么我们先讲讲什么是剧类 什么剧类就是空间中有很多的点 比如我们这么多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几个点 其实你能看到它这儿是一团 这儿是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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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来都没有颜色 都是应该是黑色的 他们本来就都没有颜色 然后我现在就是相当于 我现在想要去找到四个这样的中心 对不对 分别对应到这四个点的中心 对吧 如果我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可以在我的很多的科研的领域上用到 那么最后我们做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最后就找到了这四个中心 是不是 我最开始的时候点都是一个颜色的 是不是 到最后我就把它分成了四个 所以说把每个中心的点 都给它标成了一个不同的颜色 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点进行一个分类 那么我们先介绍第一种方法 叫K-means K-means就是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 你看它要分类的话 其实实际上它要计算每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 理论上是这样的 每两个点 任意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所以这个空间上有一千个点的话 要计算一千个点之间 两两之间的距离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件事 它的时间复杂度非常的大 是吧 然后我们才能用这个方法去计算它的 哪些点应该被分成一起 所以这个做巨类 是一件本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然后想要找到它的最优解 应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就是对于现在计算机的资源来说 K-means找到的结果 它并不是最优解 它找到的结果不一定是最优解 我给大家看一下找到不是最优解 什么样一个情况 它找到解 有可能是不是最优解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但是它极大的简化 这个问题的时间复杂度 所以说这个方法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 我们看看K-means是怎么回事 它最开始由Loyd这个人 在1957年的时候发明的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没活起来 因为它写了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讲的是什么电磁信号什么东西 大家都可能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说那个论文就没活起来 然后之后在1965年的时候 被这个人重新挖掘出来了 去重新用了一下 这篇论文在它挖掘出来之后 就有1万次的引用了 你要知道在1965年的文章 它要有1万次的引用的话 到现在为止是一个非常高的引用量 所以这个文章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篇文章 那么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在空间中先找到k这样的一个中心 对吧 我们一会因为我们一会要找的巨类 对不对 我们要找到这样的中心 就是我们要找k个中心 对吧 这k是我们自己定下来的 所以说你要是不知道 空间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点分布的话 你是没法定这个k的 这个k只能我们去瞎试 知道吧 我们要使用一个叫手肘法的方法 进行瞎试 我这个视频没有讲手肘法 待会给大家讲一下手肘法 大概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要使用手肘法这个方法去瞎试 去试对吧 不同的k是什么样 所以说k means的k是我们自己去定的 那k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提前预知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就要先处置化 对吧 我们先找到k个这样的中心 这个中心是随便找的 就是从这些点里面随便去挑的 然后第二个上来就是进行一个分配 就是说我对于每个数据点都可以去算 它到每一个置心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是不是 比如说我到第一个置心的距离是2 到第二个置心的距离是3 到第三个置心的距离是8 到第四个置心的距离是0.5 那么我就找到和我最近的置心 对吧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属性改到了置心上 就把我自己的单位改到了置心上 因为我离置心最近 是吧 所以说比如说我要是有四个结果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结果 那我离第四个置心是0.5的 距离是最近的 所以我下一次我就属于第四个置心了 它就有点像咱们分片上学的感觉一样 就是我们离学校哪个近 对吧 我们上哪个学校 然后第三个上就更新置心 那每一个置心它都会 就是我在第二步做的一件事以后 我每个点都会分配到一个置心上去 对不对 那第三步上的话 我就可以统计一下 就说在这个置心上有多少个点 比如说在我这个置心上有八个点 对不对 那这八个点 我可以知道这八个点的坐标 我可以算出这八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平均的置心 就是我下一个 我这个置心下一次的位置 所以说我把我这个点移到这个新的置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移到新的置心上这样一个位置之后 我去重复步骤二和三 对吧 这样的话置心就会开始在那个图上 缓慢的进行移动 那既然移动了之后 置心当置心不再发生变化 或者达到最大叠爱次数的时候 我们就相当于停止这个步骤 这么说特别的抽象 对吧 我们可能给大家去讲一个不抽象的方法 就是给大家去看看代码 首先我们叫代码 是像八洋葱一样 它是一层一层的 那最外层的就是这个闷函数 然后再往里面就是每一个小函数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先从闷函数给大家开始讲起 那么首先我们先生成一个数据 是不是 我们generate一个data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下我们这个置心 就kmeans k是多少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用kmeans 对我们生成的一个数据进行一个分类 是不是 然后最后得到比如说置心 还有说这个点是怎么被分配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就不用太管 这边的内容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只是要知道 我们就说第一步是生成数据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醋的数量 第三步我们用kmeans 找到这些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看看生成点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最简单的 我们生成了四个点云团 对不对 这是一号团 二号团 三号团和四号团 然后它这个四个团都有不同的位置 对不对 每个位置它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二维的正态分布的 这样的一个分布 所以这四个点的正态分布 都是以0.5为区分 画一个圆 对吧 所以说你能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吧 在这有一坨 这一坨 这一坨 它一共有四坨这样的点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成的结果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我没有去生成任何的标签 我没有把这个点进行一个标签化分类 没有 就是没有标签 这是一个无间度学习 没有标签 我把这四个四拖点 直接给它拼在一起 也没有任何的标签 对吧 你看 所以说这些点就直接被强行的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之后 就全都打断顺序了 我也不知道哪些点是哪些点 所以说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它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应该四拖点都是黑色的 是吧 但是这是已经进行的 第一次kmeans的结果 在进行之前 它是这个死拖点都是黑色的 所以其实是没有 你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分开的 然后之后我们有一个画读函数 这画读函数怎么画的 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点都画出来 对不对 然后给点进行一个着色 然后把我们的中心再画出来 大概就做这样一件事 这个函数不是很重要 是吧 最后就是看我们kmeans这个函数 这函数最重要的 首先第一件上 我们先处置画一个置心 对吧 我怎么处置画一个置心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画就是在空间上随机的找4个点 对吧 但这样做的话 你这4个点是完全随机的对吧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更好的事 就我们在我们的数据里面 去随机的挑出来4个这样的点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 比如说是100个点对吧 我们刚刚这个是1000个点1000个点 我们在这1000个点里面 随机从这1000个点里面 挑出来4个点 作为我们的置心 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的 因为这4个置心 它就直接在这个点上了 有一个点有几个点的距离 可能就直接是0 对吧 这样能减少一点计算量 所以说我们先随机的从这个data里面 挑出来4个点作为我们的置心 对吧 然后我计算每一个点到这个所有的 这个置心的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 是多少是吧 计算出来以后 就应该是一个1000乘以4的 这样的一个矩阵 是不是这1000的就是1000个点 然后4呢 就是我这4个置心的位置 对不对 这4个置心到这4个置心的这样一个距离 然后呢 我去按用这个argmin 对吧 就是找到他 他到底是属于哪个置心是比较低啊 因为他我在说在这4个里面找 对吧 那我第一个是2 第三个 第二个是3 第三个是8 第四个是0.5 那我是属于第四个置心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argmin就可以找到 我是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置心的 对于我们这1000个点 每个点都找了一下 我们属于哪个置心 是不是 然后我重新去计算一下 这个置心的位置 就是说我们拿这个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 属于每个置心的这样一个点 比如说我们挑出来说 好 那一号属于一号置心的这些点 我出来集合 对吧 只把这一号点这些置心的挑出来 进行一个集合 集合之后呢 我们求一下 一号置心的这个 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到底是哪一个 就是他们的这个平均值 到底是哪一个 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置心的 这个平均值呢 就是我们下一次 把这个置心调到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本来一号置心的 它是在一个 本来一号置心的 它是在一个这样的 一个随机的位置上 对不对 然后经过第一段迭代之后呢 发现在这一坨范围之内呢 都应该是属于 这些点呢 都属于一号置心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说呢 就把这些点呢 去求一个新的 不是这一坨点 这都是属于一号置心 这样一个位置 就把这一坨点呢 重新求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位置 发现这个位置在这儿 所以把一号置心呢 给它挪到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就到这两件事 那么对于每一个置心呢 都做同样的事情 对吧 那么如果我做了这样一件事之后呢 我就可以得到新的置心的位置 是吧 那如果要是 然后可以把一个置心位置 给它画出来 是不是 它画出来之后呢 我就让这个新的 就是我画的是老的置心的位置 这是老的置心的结果 就是上一步的这个结果 在这个进行 重新分配之前的结果 然后把这个新的置心呢 给它直接命名到老置心上面 所以老置心呢 就被替换成了 这个新的置心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迭代 是吧 那我什么时候停止迭代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 我达到最大的这个迭代次数 另一种情况就是说 当我的一个置心的位置呢 它没有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没有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就说明这个已经稳定下来了 对吧 那我就不再去动了 然后最后把这个结果返回回去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可以展示每一步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先进行第一次实战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有四拖点 是不是 然后这四拖点呢 原来都是黑色的 它是没有颜色的 原来都没有颜色的 我们现在是画了一个点颜色 所以说这个点呢 就是这一坨置心 这一坨点呢 它的这个 就是说我每一个点 对不对 我要求它离这四个置心的距离 是不是 这个点呢 离这儿的距离 然后离这个置心的距离 离这个置心的距离 和离这个置心的距离 然后发现了离这个置心的距离 是最近的 所以说这个点呢 就属于这个置心 就被涂成了黄色 所以这一坨呢 就被涂成了黄色 是不是 那这一坨点呢 就离绿色这个置心呢 距离最近的点 对吧 那被涂成了绿色 那这个点呢 就是被涂成蓝色 你看它中间 非常好被分界开了 对 因为这个点呢 它就离这个置心近 离这个置心远点 所以它就这样 这个点呢 离这个置心近 离这个置心远点 所以说它就这样 所以很有意思的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呢 第二步的时候呢 你看置心是怎么移动的 第二步 你看这是第一步 然后这是第二步 你看置心就会发生一个移动 对吧 因为刚才这一步的时候 你看这些点 对吧 我们有这么一坨点 那这一坨点呢 它会算出一个新的中心来 它的新的中心肯定不在这儿 对吧 它心中心应该在这儿 就这个点呢 就会移动到了这个位置 是吧 你看这个点呢 就会移动到了这个位置 当然这是我算的不转 肯定是机器算的更转 所以大概移动到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置心呢 也发生了一个移动 是不是 你看也发生了移动 每一个置心都移动了一下 我们再多把这个动画做几次 给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 它就会发生一个移动 是不是 然后再下一次呢 再发生一个新的移动 是不是 那么这个就是发生一个新的移动 你看这四个位置 基本上都归位了 是吧 然后呢 就结束了 因为再下一次的时候呢 它呢 没有发生一个变化 这个过程结束 所以kmeans呢 一般可以在一般情况下 就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 十步之内 绝对可以解决战斗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实战二是什么样子呢 就说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例子 举一个例子 就说kmeans这个方法呢 它每次生成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它呢 很多时候是生成不了最优解的 我们来看看最优 这个是什么情况 那么最舒适化的时候 这个置信呢 是在这三个位置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第一次迭代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次迭代是这样 第三次迭代是这样 第四次迭代是这样 第五次迭代是这样 第六次迭代是这样 第七次迭代 没了 到这儿 所以你看这个呢 就没有把这个点分类对 对吧 你看这个这一坨 这一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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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应该是四坨 但现在呢 别像这俩人 钻进到同一个被窝里了 然后这个人呢 把上门独占了 这个人呢 把这边独占了 所以这个kmeans呢 他有的时候呢 得不到一个最好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 那这个kmeans 你在这个数以降试的话 他可能有95%的情况下 能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有5%的情况下呢 他是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结果 会得到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这个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多的发生 也是比较稀有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那我们在这个图上呢 进行了一个次分类 是吧 那么现在进行个二分类会怎么样呢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战三 是不是 那么我们第一次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次是这样 然后结束战斗 所以说这个kmeans呢 在分类的时候 效率真的是很高的 是不是 这样就结束战斗了 那么再看看实战四 实战四 实战四是我们把它进行5类分类 会怎么样呢 我的分类就是第一次这样 对吧 第二次是这样 第三次是这样 第四次是这样 第五次这样 第六次是这样 第七次是这样 第八次 结束了 这就完事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对于5分类问题 他也能解决的比较好 对吧 这是一类 这是一类 然后这两个 钻在一个被窝里面 那么我忘记做手肘法的这个图了 你就记住 你去网上搜搜什么叫手肘法 是吧 这个方法是可以决定kmeans 到底应该分多少类的 他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点呢 他本来说呢 他应该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他是有 他是有一个最终的一个距离的 就是说 这个点到这个的距离 对吧 这个点到这个的距离 他在最后的时候 他会能算出一个总的距离 比如说这绿色点 对吧 这绿色点 它的中心是这个差 对不对 所以这绿色点到这个差呢 它有一个总的距离 是不是 那这红色点呢 到这个到红色这个差呢 它有一个红色差的 这样一个总的距离 这个橘色点呢 它对于橘色这个差呢 有一个总的距离 是不是 他就说我算的 就是每一个点到 它对应他自己该是的 那个类的那个中心的距离 是不是 把这个距离都给他进行一个加合 然后这个这种黄色点呢 它对于黄色这个中心呢 它有个距离之和 蓝色点对于它蓝色中心的点呢 有个距离之和 所以我可以算出 整张图上的一个距离之和 这和不是说 我每一个点到 所有之心的和 是到它自己的 那个对应的之心的和 是吧 比如绿色就是这一坨 那这一坨你们单算 对吧 这一坨你们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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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能得到一个总的 这样一个距离的和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 当我分成两类的时候 对吧 它有一个距离的和 当我分成三类的时候 它有一个距离的和 当我分成四类的时候 它有一个距离的和 当我分成五类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距离的和 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个图表来 对吧 这个图表可能就长这个样子 对吧 它就是越到后面的话 它的距离应该是越少的 是不是 因为你的分类 比如说我分成一千个类 这一共就一千个点 对不对 我分成一千个类 它可能距离就可能是零了 是不是 或者零点几 因为你的类越多 它的值当然是越小的了 对吧 所以它应该是能画出来 这样的一张 这样的一个图来 对吧 然后这个图会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对吧 它是会变成几个折 对吧 它可能会有另一个折 这一个折 这一个折 你能看到它里面会有一个折 对吧 假如说这是它坐标系 是不是 它最后手肘法画出来的图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最开始的时候 它距离是很大的 因为它只分成一类 对吧 只分成一类 距离是很大的 然后分成两类 它距离会变小 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拐点 它拐点的位置 就是我们k最应该取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手肘法 这么一个意思 我给你放这张图了 我也懒得去把这个团定片重新做了 就是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 然后手肘法呢 也是可以在SK类里面去自动选择的 就是说你把那个东西直接调用 然后它就直接出来一个结果 所以你就问拆GPT 什么手肘法 手肘法怎么做的 对吧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弯折 然后呢 找到那个弯折 那个拐点 就是手肘嘛 那个肘嘛 那个肘的位置在哪里吗 那肘的位置在哪里 它那个k就应该等于多少 对吧 这是它最佳的 因为你不知道kmeans的k应该分多少个吧 那手肘法的话 就能找那个最佳的那个k的那个值 对吧 这个值呢 就应该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图呢 那kmeans的这个值呢 k呢 就应该是四 是不是 它五个点处呢 就应该是五 对吧 手肘法就能找出来这样一个事 那有两个点处 比如说这对角线有两个点处 那就是二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来看一看 就是说不同的剧队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DBSC呢 我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 DBSC是这个东西 我不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有效的演示了 就是只是给大家找几张网上的图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是kmeans的一个结果 那kmeans的结果 对于这样一个环形的物质呢 它就会分的也成左边一块 然后右边一块 是吧 那这个分的就不太对 对不对 你看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也分的不太对 对吧 因为它就按照具体来分的嘛 然后这个方法呢 分的好像也不太对 是不是 这个东西呢 分的是对的 然后这个图呢 就会被分成三块 对吧 其实它不应该分成三块 那么对于DBSC来说呢 它呢就可以按照这个密度来进行巨类 所以说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 它的这个分类的这个这个区间呢 就可以是弯的 是不是 它就不是一个像kmeans这样一个卡 这么切一刀 这么着 切一刀 这样切一刀 就感觉像是svm一样 切一刀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不像切蛋糕一样 你看像切蛋糕一样 DBSC来的 它这个切蛋糕的这个刀呢 就是弯的 是不是 所以它可以把这个 这个中间这个盒呢 给它切出来 是不是 这个就可以把这个给它切出来 是不是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点 这一坨 还有它外面的这些散点切出来 那这些散点呢 你要是把它分成两类的话呢 是这样 把它分成三类的话 这些散点呢 就会被标记为这个一个outlayer outlayer就是离群点 对吧 离群点的话 就是可能一些噪音呀 这些东西 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有效的分开 对吧 这个你看它也能正常的分类 这个也能正确的分类 所以DBSC来呢 它呢 更适合去做一些 更散乱的这样的信号 比如说我们的雷达信号 对吧 就是很散乱的信号 不管是光学雷达 还是我们的这个电子雷达 它都是非常散乱的信号 DBSC就做这件事 那么这里呢 有更多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来看看 原始数据就是应该这样 它每一个点呢 你都看不出来任何的东西 对吧 它都是一坨 是不是 那经过DBSC的这样一个分类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些点的挑出来 是不是 然后并且呢 它这些黑色点呢 是它的离群点 对吧 就是它的这个噪音呀 或者什么 它把这些噪音的也能挑出来 所以DBSC就是这样 是一个更高级的 这样一个据类的方式 它呢 就是说是按照点的密度 来进行据类 它不像是那个K-means 只是按照一个单程的距离 当然 当然因为DBSC是后面 才发展出来的算法 对吧 它的效果肯定比之前的好 那除了DBSC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算法 这里给大家展示了 各种各样的算法 是不是 你看 不管不仅是DBSC 它能够分离成这个样子 那还有这样的方法 也能给它分离成这个样子 它分离出来的结果呢 也是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 那你看 在这些结果里面 你看K-means呢 速度是非常快的 只有0.02元 就能解决掉 这个呢 就时间呢 就比较久一点了 是不是 但是它效果呢 也不好 是不是 你看这个速度也很慢 对吧 虽然它能分别 分类出和DBSC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的速度很慢 DBSC是速度 在这个里面的最快的 这样的一个算法 在这里面胜出的 这样一个算法 它不仅能把这些 都给它切分的正确 它的速度呢 还非常非常快 所以说这是我们所说的 DBSC这个方法 所以说K-means和DBSC 是最常用的 因为它们俩的话 一个是速度 一个是都是速度 最快的算法 对吧 而且呢 这个算法呢 是把它就是直接分开 这样的算法 这个算法呢 是按照密度来进行分开 我们这两个算法 是优胜算法 所以这也是 大家对这样算法 非常熟知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儿还有更多的算法 是吧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就自己看一下 暂停一下 自己看一下 那不同的算法呢 我们有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不同的算法 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使用的这样一个范围 使用的场景 是不是 今天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